台湾是一个位于东海和南海交集处的岛屿 海岸线漫长 加上有一些地质和地帽上的特点 形成了很多富有特色的海景区 今天我们就要沿着东北部的海湾公路 去看几个有特点的海景公园 第一站就是宜兰的北关海潮公园 北关的海潮公园也叫蓝城公园 这里海浪澎湃 惊涛拍案 才有了蓝城索要扼山腰 雪浪飞腾 响怒潮的名句 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秋冬季这里还容易产生歇斯地里毫无预警的巨浪 也比较叫做风狗浪 还真是挺形象的 我都给我ソロ王 两个人准备着 三个人准备着 我们要走在水分里旁边 海水分里所有各隔壁 没有用水分里 他们要走在天国 还被人掉海水分里 不够离开 海水分里 另外玩家 公园里修筑了面向大海的石井 和阶梯回栏 穿行其中 海风扑面 视野辽阔 对面的龟山岛 历历在目 晴天雨天 这里都是掏生依旧 火山堆 基层 基层的这样的 大的海礁石 可以回过去看 我们刚才过来的 海街 投城镇在北关的嘉庆年间 是一道驻兵关卡 是防止盗匪进入宜兰的最佳关爱 这条步道 崎岖蜿蜒在山林与礁石之间 穿越巨石加质的一线天 正有几分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熟岛地势 海潮公园里有很多的岩石 由于地质的不同 和受海水侵蚀程度的不同 形成表面为网状的豆腐岩 这里的热带植物 也很有特色 树叶 枝干都有围堵 所以不可以食用 这是天然的防风铃 它不怕海风盐水的侵蚀 而且是藏地 近海的地方 一般都会有渔市 接下来我们就去 宜兰头城的大西渔港 那里有个热闹的渔市 一起去看看吧